范冰冰道歉了!这五个细节亦未深长。 刚刚范冰冰通过微博发表致歉信就逃税问题向大家诚恳道歉。 在她道歉之前,范冰冰阴阳合同案调查结果终于公布了。 大佬动向第一时间梳理了五条干货和细节值的分享耐人寻味。 一群众举报水落石出。 从今年6月初群众举报范冰冰阴阳合同涉税问题后到目前案件事实已经查清,用了整整四个月,可以说是石垂了也确实体现了高度重视。 至于是哪位群众举报的大家心里自有大案? 二,巨额罚金前五股人。 有人简单算了一下,范冰冰所需不缴的税款,这纳金一级罚款加在一起超过八亿。 这个数字在娱乐圈基本算是前五股人,但罪有应得,也给哪些新存侥性的围观者一震慑。 三,行政处罚,不用坐牢。 值得注意点的是,范冰冰所受处罚,是税务机关给予的行政处罚。 这也是由法律依据的,经税务机关依法下打追缴通知后,不缴应纳税款,缴纳支纳金,已受行政处罚的,不予追究刑事责任。 现在可以确定的是,范冰冰不用坐牢。 四,可能要坐牢的是她。 范冰冰冰的经纪人谋谋光指使公司员工应逆故意销毁涉案公司会计凭证会计账簿,阻挠税务机关依法调查,涉嫌犯罪。 四人已被采取强制措施。 五,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很多人都忽略了这份通稿中最后部分,以锦效尤才是重点。 范冰冰不是替罪羊,她的背发不是终点,而是起点。 国家税务总局已部署开展规范影视行业税收秩序工作, 对在2018年12月31日前自查自究并到主管税务机关补缴税款的影视企业及相关从业人员免与行政处罚。 不与罚款对个别巨部纠正的依法严肃处理,对出现严重偷逃税行为且未依法履职的地区税务机关负责人及相关人员,将根据不同情形依法依规严肃问责或追究法律责任。 最后总结一下,就是交钱,人可以不用坐牢。 但范冰冰自己的演员生涯和形象必将遭受重大打击。 演技怎么样大家自由判断,偷税漏税可就是人品问题了。 人生如戏如人生,不管是看戏的还是演戏的,其实都参不透人生戏。 相信每个从名利场败下来的达官贵人都会像家贵妃一样发出那句造之如此,何必当初的感悟? 这时候应该送给范冰冰的不应该是凉凉,而是让她降落。 悬崖勒马,回头是岸。 那些伸过手的圈内围观者都要看清楚,年底前的两个月,是你们最后的机会。 咱普通老百姓不管赚多赚少,都勤勤恳恳缴税,你们大笔一挥就省了几千万,对得欺捧你的粉丝吗? 据说,有的大明星,以前拿高片酬习惯了,不愿降片酬,又不肯拿出将近一半的片酬税,有的宁可不接戏了。 可以预见的是,一二线明星以及整个娱乐圈将面临大戏牌。 别忘了,崔老师那还有一抽屉的材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